属灵心汤汁,知足就是祝福 你们纯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西伯来书十三章五节 人生的基本要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衣食住行 不知足还有贪图享受的我们 却期待着高级的生活方式 却不知道这些奢侈的生活方式 却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些以满足自我私欲的欲望 只会让我们双眼被蒙蔽 而且在不知不觉中 渐渐地远离了上帝 上帝要我们知足 是要我们学习 不要被财务和私欲所捆绑 而是要学习财务管理的时候 也不忘记上帝才是真正的主宰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好好管理 你给予我们的钱财 让我们的钱财 都使用在正确的地方 也让我们的钱财 能够祝福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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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